欢迎您再次收看《仁爱和平讲堂》 那么我跟我们的老朋友杨宪文先生 今天继续要跟近空和尚 我们的师父一块来好好的谈一谈 从上一次我们谈到世界和平的一个 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其实还是回到一个人的本性 一个最基本的善念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上一集的最后一段里面 师父特别提到说 回到自己的故乡成立一个文化中心 而且推动了一个工作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用一个我们现代人 其实都已经忽略掉的 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的 对 伦理 然后地质规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推动 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上一次节目中 师父说 他本来预期两三年才会有效果 结果在两三三个月左右 效果就整个显现出来了 所以给了师父很大的一个鼓舞 那我这边就要再请教师父 我们从这个话题往下走 师父就意味着 像地质规这样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经过了我们说应该讲说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 整个的武士运动 整个的文化向西方学习 那都认为说这个东西是老东西 旧东西 传统东西 可是为什么会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再回头检视它 会发现到它依然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 所以我可以不请教师父 我们从地质规开始谈起 地质规里面所传达的讯息 它是什么 这东西为什么会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反而让我们大家发现到它是一个回到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的概念 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 它那就是人性 所以我常说 中国五千年 这个重视教育 而最重要是家庭教育 这个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三字经的前面八句话 搞教育 同一个就是肯定 人心本善 人之初心本善 这是真理 这是事实 人心确实是本善的 佛在这个上面讲得非常透支 所以性相近 习相远 这个性就是 性善 本善 那习呢 习是习惯 习惯 习惯就不善 习惯就不善 所以习性 所以说 近主者赤 近目者黑 这个习性呢 就是跟你的本性啊 会越来越远 越来越拉远 所以教育啊 这个理念就从这里兴起来的 那为什么要叫呢 国不教信来信 你要是不好好地教他了 他这个习性呢 跟本性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大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法受识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现在看到整个社会的人 是这种信心 没法的收拾 所以教之道归一转 这一句话是 教学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我从这个 06年 我们在巴黎办这个活动之后 把我们的教学成果 展示出来 这个教科文组织总部啊 给我们一个展览庭 我们做三天的展览 我参加这个活动 只有两句话 告诉联合国 告诉世人 第一句话就是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这个我讲了很多 也讲了很久 要想化解冲突 这个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 一定要从宗教着手 团结宗教着手 除这个之外 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呢 我们汤匙的实验 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 换一句话 人现在学坏了 也是你教坏了 你看你现在 给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社会大众 从老到少 也是全民教育 男女老少 一起学 学什么呢 都是在受电视教育 网络教育 那么这个电视 网络的内容 都是暴力色情 啥到一望 从小到老 都受这个教育 这个社会 怎么能不乱呢 不乱了吗 你教育失败了吗 他又乱的时候 就是你教育成功了 所以人是教得好的 人也是教得坏的 人没有这个善悟 那就看你怎么个教法 所以这本性本善 我们肯定 这个理念 这是这是这是真的 所以真 我们从这个 弟子规 这是儒家的根本 也是我们中国 五千年家教的基础 弟子规这本书 就是中国自古以来 家教的极大臣 也等于说是家教里面 共同需要学习的科目 所以这很难得 那么感应篇呢 是道教的基础 道家的基础 施善业呢 是佛家的基础 所以中国传统这个学术 到汉以后啊 就变成了三家 如是道三家 这三家的根 重要 没有这三家的根呢 你纵然是尽 毕生的力量去研究 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成为学者专家 就是我们现在讲道学 佛学 如学 你可以成为这些专家 你不是学道 不是学书 不是学乎 如是道真正的受用啊 你得不到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